大家好,我是绵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 在梦里,无论门框墙壁 还是围栏草地都可以吃 突然梦醒还会意有未尽 所以,我决定以此作为视频的选题 做一个可以吃的绵羊屋 这屋子手上有地,这好办 混合黄油红糖和黄糖 鸡蛋黑糖香料和面粉 并搅拌出了F7C5433色的紧实泥土 高楼大厦一般要打很深的装机 而我的小木屋面积小只有一层哦 土层质量还特别有 挖一圈地量也足够 之后,只要把墙体贴进凹槽之中 应该也能顺利承重吧 为了避免雨水渗进屋子 我用巧克力把整个地块堆高了一点 为了防止出门不慎跌倒 用刮皮器把侧面打磨平整了一些 周到 网上说,明宅的墙面积 原来是地面面积的2.5倍左右 而现在地面的直径是26厘米 请问请不考满 分的同学,墙体面积该做到多少呢 我用具毕生所学 仅花了六分之一个时辰 就算出制作8块 8乘11乘17.5厘米的外墙 并能围成一个梯形的圆柱梯小屋 外墙的形状各不一样 才更具设计感 预热的门窗框有圆有方 才更加好看 最后送入烤箱 好像轻压不断的门板饼干 哇哦 除了墙体 门窗配件一并出路 排列整齐 等待刷齐 现实中的建筑 一般在封顶之后才刷齐 但我的绵羊屋 应该算是个装配式建筑 粘起用饼干做的小门板 进入 经过三次条问候的巧克力涂料 趁它还没有凝固 迅速提起 趁它还来不及反应 粘上木栓 再转移到 净有零下一度的室外阳台 冷却定型 结果 怎么会这样 估计是残留在侧面的巧克力 粘住了铁架 导致门板无法完整取下 踢死我啊 好在烘焙经验丰富的我 早有先见之明 多备了一个门板木形 只要把多余的巧克力刮出干净 就绝对不会再出问题 请刷一波 不愧是你 接着 用我专门购买的巧克力造型刷 仿制出木纹的质地 木纹虽然十分逼真 但也不能过分激动 否则 做好了门 还要做窗 原句话是用艾苏糖 凝出全透明的小窗 可我哪知道 在烘焙店上淋堂家 居然会变成磨砂玻璃 也算是个意外的惊喜 毕竟磨砂玻璃造价更高 可以向业主多要点钱 忘了业主就是我自己了 所有墙体用糖霜作为粘合剂 贴成后世的双层墙体 不仅保温隔音 还更有支撑力 自从45度进行侧面打磨 并于墙角处紧密连接 墙体组装完毕 就进入了最有难度的环节 土房设计要新意 七分都得靠屋顶 所以我特意找人用3D打印 做了一个异性的树脂模具 但我想要的是柔软的棉花糖屋顶 而树脂太硬不好通明 所以我又用泡沫板和蛋糕围边 制作出了一个圆柱体 倒入调配好的食品级硅胶 然后 然后它就生漏了 不急不急不急 干脆让一部分硅胶残留在底部 待它完全凝固之后 就一定不会再漏了 好了 这个时候 给3D模型钻个孔 灌入清水增加重力 让它被硅胶淹没不知所措 再耐心地等待240分钟 自制的硅胶棉花糖模具 搞定 我以为做模具是最难的 但万万没想到 脱模更是难上加难 我们费了掰核桃的力气 才分离出了泡沫和模具 又使出了拔河的劲 才取出了3D模型 终于出了 模型材质硬挺 其实还相对好取 而棉花糖软软花花 顶端还长着个 魔人不欧板细长的劲 我怕我一拔 那个尖就断了 只能先用小刀 划个散口 再屏住呼吸凝住气 齐心合力拖出去 哎呃! 呃! 有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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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靠外墙受力 把谁也行不通了 根据我临时抱佛教学到的建筑知识 需要制作立柱和天花板 才能成得起屋顶的重量 好 就这么办 给三顶不幸底部刷油 做出同款尺寸的巧克力天花板 再去除随时携带的大法棍 不仅有良好的沉重性能 第二时还可以用来防身 立上三根 绝对稳稳稳 算你很淡 现在还不能直接封顶 得先布置布置屋外的 孩子我刚开始打磨墙里时 剩下的饼干渣嘛 在其中加入食用色素 就调成了青草的绿色 有了草地 自然要养几只小绵羊 养了小绵羊 自然要再做一圈围栏 放一放呆萌的大灰狼 好一大以后 羊崽子会越来越多 还得备一口大大的水缸 方便它们随时饮用 别看我的文案一笔带过 其实原计划五天就做完这个小屋子 但在制作的过程中 想法越来越多 细节越扣越细 门框想加玻璃 木板想上做旧 装修过房子的朋友一定能懂 像这样一边做一边改的项目 自己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施工的周期也会一言再言 好在第九天的时候 我学会了适可而止 不然发这一期视频 估计要等到明年了嘞 最好的最后 终于到了激动人心的 封顶时刻 祝考研的同学们 都成功上岸 祝明杨的小明杨牧场 封顶大吉 粉嫩的屋底 是全村最亮的风景 翠绿的草坪 是羊群细细的圣地 和吉 以及斑驳的门窗 抱紧着岁月的风霜 坚固的围栏 隔绝了凶残的恶狼 哦 温馨的牧场 见证了时光的仍然 温顺的肥羊 抬起头欢乐的歌唱 请你点赞分享加收藏 请不吝点赞分享